在阿公阿媽面前大跳 娃娃娃娃娃 侯友宜嘉義連跑兩天 也對綠營票倉 娃娃娃 炮打賴清德台獨金孫 侯友宜態度強硬 但面對民眾黨 藍白和協商 柯正穎百般不耐 態度放得超級軟 10月之前會完成嗎 我希望先兩邊 把他坐下來談一談吧 那應該很快吧 我就主動打個電話給他 我打了兩天嘛 恰巧他也沒接電話 侯友宜臉環扣 柯文哲電話不接 就是不接 反而再寫臉書放話 說即將迎來 藍白2加2幕僚閉門會 要以公開透明原則 確認侯柯辯論細節 以及如何比民調推 最強候選人 藍白合作底線才很硬 我們先把這個部分 兩黨的合作的謀士 那可以坐下來把它溝通好 那包括你要談的民調 一切為國為民 而且一定要相忍為國 只要能整合都可以談談看 但重點是在14號 藍白戳商結束後 洛照客陣營的安排 還得舉辦三場辯論 接著舉辦民調 距離黃珊珊拋出10月底前 談出結果 daylight只剩短短兩週時間 當然因為她有她的一個 急迫性 能夠在10月底 就要有一個 具體的一個 階段性的一個結論 我們那是個team 那主帥的意見很重要 那既然主帥的意見 如果大家能夠契合 很多事都可以談得更順 意思是說兩人結婚 家長的意見不重要 但藍白合作 沒剩多少時間 侯科陣營究竟有多少共識 外界屋裡看花 進行為劉威廷 徐柔掌握頭